对于很多腰不好的人来说 一进入冬季 原本已经很少发作的腰痛 就又重新找上门来 不仅腰疼腿麻 严重时甚至不能走路 影响生活 那么在冬季 我们该如何保护 我们的腰呢 请关注本期吉林卫生 冬天来了 您知道怎么护腰吗 关注大众卫生话题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吉林卫生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 是长春骨伤医院 脊柱二科医师王一波 你好 王一波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王一波 长春骨伤医院 脊柱二科医师 善于诊治颈椎病 腰椎肩盘突出症 骨关节病等骨科疾病 熟练掌握特色骨科诊疗技术 小针刀 锥管内注射 选择性神经根组织数 银制针 臭氧水注射 PRP 椎肩盘微创消融术 MED PoED等 下面还是欢迎我们的健康观察员 豆豆 豆豆你好 主持人你好 王医生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豆豆 节目开始我先考考你 你说现在这一天比一天冷了 你觉得对我们的身体影响 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那可多了 比如说小孩子的话 就容易感冒了 老年人就容易发生一些 心脑血管类的疾病 还有就是像 关节炎之类的疾病 其实有很多疾病都会在冬季 这个时候找上门来的 说的一点都没错 在这儿我还是要补充一点 除了刚才豆豆所说的这些 其实在冬季 还有一类疾病是多发的 那就是腰椎病 王医生 我说的到底对不对 对对对 那为什么冬季会成为 腰部疾病的一个高发季节呢 首先因为冬季比较寒冷 再加上我们平时不注意保暖 有些人就会感觉肌肉疼痛 最主要原因就是天气冷的时候 这个肌肉会出现一种精卵 然后会出现这个水肿 冲血 发生一些无菌炎症 这是还有一些 就是肌肉的力量的一个减弱 就是这个肌肉和其他肌肉 这个不在一个 一个协调系统里面 它会出现一些 加重这个腰部 原有疾病的一个优法 会出现这个腰疼 腰突的一个加重 还有一些就是 以前没有这种疾病的患者 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在众多的腰部疾病当中 这冬天比较常见 这种发病率相对较高的是 哪些腰部疾病 首先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 这是比较常见 比较常发的 再就是这个腰肌老损 腰肌老损 还有就是腰椎管下斩 就这些 那我们都知道 通常情况下 一旦出现腰痛的症状 很多人就习惯 自我判定为腰椎间盘突出 也就是大伙常说的这个腰突 那到底是不是说 只要是出现了腰疼 就一定是腰突呢 或者说还有哪些疾病 也会引发腰疼的出现 首先腰突吧 腰椎间突出症 它的表现是啥呢 就是腰疼伴随一个 一侧下肢的这个放射痛 就像一根线是那种 一种放射痛 比如腿的外侧的疼 麻 或者腿的后侧疼麻 这都属于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症 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还有就是腰部单纯的疼痛 表现在腰底部 这也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症 的一个表现 如果说单纯表现 一个腰的一侧疼痛 那就不能说是 肯定是腰椎间盘突出症 那可能是腰椎脑损 那王医生 能不能再跟我们说一说 以上您说的这些症状表现 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可以让有这些症状的人 最起码我们可以 首先先做一个简单的区别 我刚才提到了腰椎间突出症 就是说它有典型症状 就是一个下肢的放射痛 腰椎脑损 它就端存腰痛 它没有放射痛 这方面它俩是一个间别点 还有就是腰椎间突出症 它是一个多发病 它没有外伤的因素 腰椎脑损它存在一个什么 它存在一个急性损伤 有种病史的人 或者说重体劳动 有过扭伤的情况下 它会有后遗症 就是腰椎脑损 是一种后遗症的表现 腰椎脑的话 可能都是一种 就是一种肠发病 就是一种慢性病 正常典型的话 就是有一个腰痛 半有一次一个下肢放射痛 就这些 那其实我们想知道 通常哪些人群 比较容易出现 这腰椎方面的问题 像那种就是重体劳动 从重体劳动的 像那个就是立功 久蹲久坐 反复的那个 就是趋身活动 这些人群 容易发病 再就是服安工作者 比如说这个 像医生 像这个教师 办公室的文员 再就是那个 在阴暗的地方工作 或者说矿井 或者说是那种 就是冷库工作的人员 可能会有这些 就比较逆法 因为这个潮食和寒冷 它是一种治病的因素 治病的因素 大体就是这些因素 那么王医生 目前针对腰椎疾病的话 我们有哪些影像学方面的检查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现在常规的话 就是有这个DR的检查 就是属于说S光片 再就是CT CT就属于那种 就是属于所有横断的扫描一种 再就是那种核磁 核磁公正 就是这三种 比较常见的检查方案方法 那可能对于很多 股病患者来讲 他们到医院检查 都会有这样的疑问 那为什么得拍好几种片子 我们只拍一种不行吗 其实这个问题 有的时候我也会想 那为什么股病患者检查的时候 得拍好几种片呢 首先吧 每种片子 它这个侧能点不一样 你像这个DRP 腰椎DRP 它只是从一个大体的形态去看 它能看这个腰椎的一个曲度 比如腰椎 有没有这个反曲 有没有反弓 有没有这个滑脱 还有有没有这个侧弯 再看一个椎间细 有没有狭窄 这是从影像片可以看到的 S光片可以看到 但是吧 它就不能从这个 它不能从横断层面去看 那个局部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CT 它是横断 它能看这个断层 这一部分 它又看这个是突出物 有没有这个椎管的影响 是什么情况 看是骨性的 是比较好 是看CT 像这个核磁呢 核磁公正 它是属于软性组织 它是看始终位 它能看这个突出物 这软性组织 这椎管 这个是一个什么情况 但它不能看骨性结构 它不如CT好 所以说看病嘛 就是说综合性 综合去考虑 所以每个片子 侧脸不一样 所以要一起查完之后 能得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指导 给那个立场医生 毛医生 您看我们其实经常发现 这样一种情况 在生活当中 有很多年轻人 在穿衣着装的时候 经常会把腰 脚踝都露在外边 看着的确很好看 但是您看到 这样一个天气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也会担心 这种长时间 露在外面的穿着方法 会不会被我们的腰椎 产生一些危害 这种情况的话 是有一定危害的 因为我有患者 因为穿那种衣服 上衣服比较短 这个腰就露在外面 有一天突然感觉 腰部疼痛难忍 来医院看病一看 是一个肩盘突出 急性发作 这方面反映啥呢 就反映说 你在寒冷的天气里 你把腰露在外面的时候 中医讲寒血 就是直中你的腰部 你就会造成 腰肌的突发性的静卵 然后相反来讲 也会出现水肿 血肿炎症的一个反应 这是肌肉静卵的时候 它的力量也很大 它会挤压你的肩盘 你原来肩盘突出不是很重 会加重肩盘突出的一个程度 所以说建议 就是季节变化的时候 注意保暖 保暖的话 就是能避免很多 不必要的一个损伤 有可能就是 你现在看着没有问题 但是你到一定岁的时候 有些疾病就找到你了 就像我们常说 任何疾病都不是 一下就得上的 它都有一个缓慢的过程 那您看既然说到了这个腰 像我们本身 从事这个行业来讲 就要长时间地 在电脑前进行工作 那像我们这种 比如说经常需要 久坐的工作情况来讲的话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才能够去保护我们的腰呢 尽量不要久坐 比如说你坐上班的时候 你坐个45分钟 或者一小时的时候 你起来伸伸腰 活动活动 这样能缓解你腰部的受力 因为你坐的时候 你身体的重力 都会集中在你的腰椎的 四五后第一两节 为什么说发病的最多的是 四五和第一两节 要注意呢 可能就是因为 它的吃力 就在这两节 所以建议还是 做时间长一点 就起来活动活动 放松放松 这事得有助于保护腰部 要想解决腰部疾病这一难题 大家要提高对疾病的认识 采取多种预防手段 保持愉快的心情 遵循科学的生活方式 和饮食习惯 这样的话 才能够从真正的根本上 去解决这个问题 保护好我们的腰椎 好了观众朋友们 本期吉林卫生就到这了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